我国羽毛球健儿们今天也从博明汉底心 在一片欢呼和掌声中球员们走向机场大厅 民众兴奋迎接更有人举起手中的自制海报 为刚刚在供应会中夺冠的夫妻道徐永凯和陈维涵送上祝贺 陈维涵说这面金牌对他们来说极具意义 也希望能够激发他们做得更好 我们只想再开始因为冠军是新的赌场 所以我们只想开始新的赌场 两人早前在供应会混双决赛当中 以2比0的成绩战胜了英国组合 为我国赢得了这个项目中的第一面金牌